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波兰两国边境处的伊北河 和莱茵河一样 是中欧主要的航运水道 全长1165千米 其中三分之二流清德国 河流总面积覆盖了14万平方千米 它孕育了德国文化 自古以来就影响着德国的社会与经济 古罗马帝国称伊北河为阿尔比斯河 他们曾试图征服伊北河流域 但没有成功 到中世纪时 伊北河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东部边界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 东线苏联军队包围柏林后 在伊北河和西线美英联军会师 伊北河由此为世人所熟知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确定为中部伊北河生物圈保护区 几个世纪以来 由人类和动物打造而成伊北河漫滩 它是德国最多样化的动植物栖息地 不过却又面临消亡的危险 德国东部的奥拉宁 暴母荒地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过去这曾经是军事训练基地 相当长一段时间 这片阔地是靠坦克维持它的空旷的 整片荒地有了明显的变化 杂草遍地 原本珍贵的少女石竹等珍稀植物 已经消逝 取而代之的是真叶树和山毛菊 德国的环保先锋们引进了海客牛 目的是用来保护过去 有欧洲野牛 野马和美洲野牛等 食草动物开辟的这片开阔地 他们希望通过海客牛的繁殖 再造出已经灭绝的欧洲野牛群 他们期望 海客牛会像数千年前曾有的 美洲野牛 野马等大型动物一样 常年在这片荒地上漫游 让这片天然的甘草原景象的原貌 像欧洲许多其他地区一样得以维持 未经许多其他地区一样